火箭球迷巧手已判的暗灯炮组合终于在今天成为现实 而火箭现在也有着两套首发级别的阵容存在 新赛季一定会再次队勇士发起挑战 但是火箭上赛季后萨的对手森林郎却并没那么好运 截止到目前森林郎在球赛期还没什么大的动作 而球对球员矛盾却是日益增大 如今只能用胡乱扑开来形容森林郎目前的境地 巴特勒动态按着两领袖今天 森林郎领袖吉米巴特勒 突然在他个人爱剧上发了一条动态 一名领袖的工作就是给迷失的人指明方向 但我身后的这群蠢货看上去都非常迷茫 巴特勒为何在近日突然发出这样的一段话 一定是有目的的 很有可能是暗示球队某些球员 究其原因或许是巴特勒在今天的至上赛季 季后代淘汰自己的对手火箭成功签约安东尼 并且在修赛期演员工作也做得不错 这对于一项队胜利 无比渴望的巴特勒本人来说 看见球队这样的糟糕状态令自己装狂 令在夏天多家媒体都相继报道过 巴特勒跟球队的两名状 唐斯和维金斯都发生过内控 迄今是巴特勒不满维金斯和唐斯的职业态度和懈怠防守 巴特勒弄对球迷在巴特勒发完这条动态之后 就有球迷留言说道 那里就去给维金斯和唐斯指明道路啊 在这里只会哭着抱怨有什么用 巴特勒也进行了回击 我才不会抱怨也不会哭诉 我是一个成年人 如果 你懂 那请你去告诉他们吧 上萨基巴特勒加盟森林郎 场军可以获得的22分5篮板5助攻的数据 可以说是森林郎最大的领袖 维金斯和唐斯也不得不让位给他 而上萨基成规赛快结束的时候 要不是巴特勒火线付出 很有可能被绝金挤出气候在巴强之外 但现如今巴特勒炮轰两名年轻的领袖 想必大家意识不可避免了 此前巴特勒拒绝球队的提前许约 并且在之后还点赞过去尼克斯打球的评论 并且在今间还点赞了保罗的动态 一切表明巴特勒心已经不得森林郎 不出意外森林郎一定还会有大交易 直到明年二月之前 一直都存在交易的可能性 四星队很有可能解体